Hello, 大家好, 今天恢复用Shun和大家见面, 为什么呢? 煞是风,煞是雨,煞是晴, 天气也是这样, 政治气候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和大家讲两个很热门的新闻 不过第一个是中国热的, 就是三中全会 第二个是全世界热的, 就是特朗普饮食 所以是很强烈的反差 三中全会, 大家看千呼万喚始出来 不过在香港, 其实大家都不关心 其实有些东西涉及香港是要关心的 不过到时三中结束之后再和大家分享 好了, 眼前三中就是十五号开, 十八号结束 眼前现在的消息大家看到有些东西可以先和大家分享 大家有没有发觉这次三中基本上是宣传 不是宣传政策, 不是宣传政策, 宣传习近平作为重点 新华社不断发稿, 今次第一次称习近平叫做改革家 就是说习式改革家, 就是习式改革 那外国呢, 就是习式改革 那外国是怎么说呢, 它叫逆向改革 那我两边都没有剥片的, 大家自己去看 那接着呢, 说习近平的改革是怎样呢 就说邓小平是由零开始,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不过邓小平的, 就是对中共的公职 大家看到啦, 不可以抹杀的 那接着现在宣传就是邓小平改革以来的那些红利 就是好主, 现在没有了, 那他就不说 就是间接踩江泽民和胡锦涛啦, 是吧 那接着现在习近平呢, 是改革家喔 那所以呢, 大家看三中全会里面呢 是看看拿到什么的经济和管治有效的措施啦 所以, 遲些再跟大家讲, 我经常讲两句说话 或者, 让事实说话, 代历史说话, 等待那个待 所以, 大家放长眼去看 不过, 在三中这段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讲那些的贪腐或者是出事的官员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罪名喔 新罪名是什么呢?以前叫贪腐 你现在有东西, 或者是女色等等 现在多了一个罪名呢, 是叫什么? 精神缺鈣, 缺, 是欠缺的缺鈣 是骨质, 即是钣质的钣 那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无忘初心 很多人都忘记初心了 现在就多了一个精神缺鈣 比如说, 这些名称真是五花八门, 不断有 那这里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中共高层, 他过去对不听话的人员 或者他真是有贪腐 那就按这些去处理 但是现在, 如果你是清官呢? 其实都没什么了 如果你是真是很, 甚至是得到民心的官呢? 那你怎样呢? 但是你精神缺鈣, 不是深向党中央 不是真心, 真心假意呢? 就是任高层说的话 你不是真心去支持现在 或者有信心支持现在的路线的话呢? 你都是精神缺鈣 那不知有多少人是这样的了 所以三中全会呢 略略和大家讲一下 现在已知的情况, 到时再去总结 不过现在, 全世界的焦点 不会在三中全会 而在特朗普遇食 好了, 特朗普遇食很多评论已经讲过 多数都是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我集中去看和中国的关系 那就比较聚焦了 好了, 你说特朗普遇食和中国 或者中共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 没什么太大影响 没什么太大影响 因为这个事情呢 在大陆, 在共产党眼中 这个是你的事 你内斗, 你越乱越好 毛泽东所说的 整个世界 不是大乱 这个中国不是小好而又大好 外国不是小乱而又大乱 而且越乱越好 那么现在呢 某个程度上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不过你就不可以表现出来 是吧? 所以习近平呢 都向特朗普是质疑 问候的 不过呢 我为什么说 特朗普遇食这个新闻 和中国的关系不大 或者影响不大 因为中国 中共 它自己本身已经计算到 无论你哪个当选 你习拜登 退不退选 或者哪个 你当选也好 不当选也好 特朗普回朝也好 其实美国任何一个党对华的政策 只有是紧或更紧 这两个分别而已 不会说松、紧的分别 所以大陆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是吧? 所以你哪个 他都会对着这个稿的政策 来做事而已 是吧? 所以呢 习近平对特朗普的问候 只是出于外交上面的 礼节也好 策略也好 因为呢 如果你不去做这些姿态来说 好了 特朗普真是当选了 之后怎样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即使习近平问候 但是特朗普在未来的竞选过程里面 一样是会对中国强硬的 不要有任何幻想 你问候了他 习近平问候了他 美国、特朗普那里 就会放手、放松 因为这个是他竞选的时候的需要 无论民主党、共和党 都是这样的了 所以呢 习近平那个做法 也是没有影响的 双方都是各自按自己的游戏规则来做事 而已 不过你问候下呢 都有一个好处 就是 免得被外国 免得被人拿来做文章 然后间接为特朗普助选 如果你说什么问候都不发出去的 这个来说 有异于全世界的西方领袖等等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策略来的 你说掩眼法也好 如果按以前 911 911 911发生的时候呢 大陆有些人是拍手的 连当时在美国参观访问的一些人士 包括传媒人士 当时被人拍到照片是拍手的 所以这个做法呢 大家都觉得 你怎么可以在别人的伤口上耍盐呢 所以这次呢 大陆的屏蔽 就是说 对特朗普遇食行灾乐和的内容呢 压也是一种策略来的 如果不是呢 特朗普当选了之后呢 他又只是大发挥的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 那个大陆现在的传媒 包括影响到香港的建制的传媒 他只会怎么看这件事呢 就是这个是美国枪支泛滥 他一转转到枪支泛滥 枪支泛滥的问题 就是经常出现的啦 是吧 但是他不会直接去 去说 或者去反映北京的心态的 因为北京都说 喂 等你自己里面 美国里面搞 怎么斗你们的事啦 所以 看完这些来说呢 大家就开始 啵一声 又开枪 不是 脑里面弹出另一个事件 就是什么呢 陈水扁 2004年 竞选连任的时候 同样是有类似的枪击事件 不过 我很清楚说明 两件事是很难去简单 找到一些类似的地方 互相比较 你说性质啦 或者真相是怎样呢 现在是没有人知道的 也都不是幸灾乐 哇 有些人说 是不是自编自导自演啊 我只能够说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呢 是移民就一定存在 大家坊间里面 但是呢 就不要去到一种 就是说 你 吃花生的时候 吃花生就不要去到一个 就是无限上纲 是吧 那这些界线呢 就要清楚了 好了 那刚才说的 那个移民真是存在的 那你只是看看 美国自己的传媒 就说 为什么已经知道 枪手有人这样上去 为什么是没有预防的呢 现在就是当局 美国当局就是 哎呀 承认有疏忽啦 等等 那甚至上呢 有一些 哎 总之呢 大家去看了 移民很多的 好了 等于当年陈水扁 陈水扁当日事发的时候 我都刚刚在台湾 去官选嘛 两粒子弹 擦过陈水扁的土皮 是不是他的土皮 不知道啊 总之后来发出来的照片呢 就是 有一个土皮 里面就有一些伤痕 两条线 那跟着 当年的国民党候选人 连战 就说 表示问候 去陈水扁家 但是呢 不得其门而入 要休息等等啊 那后来呢 台湾 就是陈水扁当选之后了 他就尝试去破 就是打破那些传言 那于是怎样呢 就请了台湾 原本是台湾的 在美国呢 就成为了神探的李昌玉 这个是监政专家 就回去 做现场 实习大龙凤也好 真的去研究也好 那就做做做了 有个结论了 那 陈水扁家希望说 这个是真的行识来的 等等 但是结果是怎样呢 大家记不记得结果 结果就是 没有结果啊 有结果都不公布啊 是吧 那这个来说 我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我不知道他验证了 但是那个 实际的政治效果是怎样呢 就是变成了 你是请美国的专家 过去 虽然他是台湾出身 但是结果不公布 是不是可以 让任何人 按他的理解来理解 而美国也都可以 抓住这一件事呢 去进一步去控制陈水扁 大家你想想 就是说你不听嘛 我就说这个 我得出来的结论是假的 你这件枪击是假的 你听话我就不说了 政治上面 我不知道原意是不是这样 但是客观效果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呢 我经常说 我都很少信政治 或者信外国政治 但是这一次的事件 就自然令人想起很多事情 好了 接着 讲回具体的 客观的美国情况 自然这一次的枪击事件 对特朗普 就有利了 你见选情本来已经好的 正在赢的 接着有这个事件 你就看他那种英雄 那些照片等等来说 那是从宣传战的角度来说 他有利的 还有 大家如果看美国的TikTok 哇 真是排山倒海 大陆呢 就尽量禁 美国就不理的 因为他那里有自由自己讨论的嘛 特朗普曾经说我要禁TikTok 但是在选战 刚刚开始之前没有多久 他就不敢 我还会给他发扬 因为他要利用TikTok 那拜登就说 我选完了之后呢 我就要TikTok 卖盘了 所以他这个都是11月之后 才会生效的 所以大家看全部是互相 就是看一下利害关系在哪里了 好了 现在对特朗普是有利的 那不过整个过程 是不是等于现在 就是会 他一帆风顺到底呢 那有一个观察点 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怎么样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拜登 拜登他一样是讲团结 跟特朗普现在所竞选的 眼前需要呢 是一样的 遲一些才讲他的美国内部政策 对华政策 对华政策 两边都会硬的了 是吧 好了 那拜登眼前做的是另外一样什么呢 那一般人呢 你觉得很正常 但是背后呢 那圈内人呢 就会觉得要观察了 就是怎么样 拜登是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去调查这件事 那你说 现场负责保安的 当然有特朗普的人 但是因为现在是美国民主党执政 所以自然呢 就会有很多 就是大家说现在这个责任是你负的 所以 拜登 这个就是玩政治技巧的 他就说我不是由一个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机构 各个人士来调查 独立的 里面有两个妙处的 一个就是你的所谓独立 究竟倾向是怎么样呢 倾向是慢慢调查特朗普 这次有没有可能是自偏自导自演呢 不知道的 假如 中了百天才投票 假如在这个之前 忽然间找到证据 这个就好像当年尼克逊搞个水门事件那样的 走去别人那个的 港部什么 偷听器的 这样 假如找到一些蛛丝马 即是对特朗普不利的话 那又怎样呢 那可能整个选情都改变了 翻盘了 是吧 因为 在一个政治的斗争里面 有时候不是看自己怎么叻 而是看对手 错多少 谁错得多 谁就是被动 所以这次是怎么样呢 不知道 总之就继续观察下去 所以今天眼前呢 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两个重点的新闻 三中 和这个特朗普遇识 还有些东西是要密切观察的 大家不要觉得 就是说 这些东西都是 美国以前都经常有的了 大家都是以一个平静的心 千万不要恒热 是吧 好了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